哼 完了完了 不小心把一海的游戏机打坏了 这可怎么办啊 咦 有了 我去找小表妹帮忙吧 小表妹 小表妹 你在家吗 怎么没人啊 算了算了 留张字条给小表妹 再把游戏机放桌上 让她自己看吧 我就先溜了 玩玩迷你睡睡觉 今天又是运气满满的一天 我家门怎么开着 要快了吗 这是啥 求助小表妹 做好游戏机环米遗憾 做不好就毁尸媚劲 这小老弟 自己玩坏了 就把蓝餐子轮回我 要不是看待小表姐 让我照顾你的份上 我才不帮你呢 宋戈仔还没回来 赶紧去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偷偷放回去 感觉真是不好 专门为你拿到最新款的游戏机 就让我建筑小能手来还原一下吧 左边是蓝色部分 先搭一个长光线出来 卡外的两个对角 出现要留出手掌握着的卡位 接着是游戏机的遥控部分 上下左右的遥控键搭一个十字形状就行了 然后把底部换了蓝色硬砂块 用复制方块往对角处放一块就能硬下铺满啦 大剑的形状就是这样啦 接着用灰色硬砂块 把显示屏的边边做回来 右边遥控部分又要红色 红蓝精灵感也是我最喜欢的配色啦 按键部分同样的 就像左边做出来就行了 仔细回忆表姐的游戏机 再把细节修一修 遥控键拉长一点 下面是放大招的键 才用实际黑色贴满 左边也要一样小改啦 最后就是高级显示屏啦 底部是灰色硬砂块 也是用复制方块 对角换一个 再两步就铺满一半面 永不留黑色硬砂块 做个两层杆的 具有力气感又满足超薄 咱们来 脚子的游戏机又回来了 先进来调试一下技能 打开自尖一模型 进去右边 在芯片左边 把两部分吞起来 完美人和花博包给了两边的挑封底部分 就像螺丝垫一样锁在一起 大小就设置成了1.5倍 必须要符合手上的大小 大功告成 赶紧回去还给表姐 小老弟你讨什么呀 我的游戏机呢 对了 被小朋友切去了 我还有四千走了 小老弟这么奇奇怪怪的 我的游戏机 该不会是被表妹弄坏了吧 出表了快出来 还我游戏机 来了来了 给你 我才不喜欢你的游戏机呢 你稀罕也没用啊 反正你也没有 谁是没有 看到没 这么多个 我都是免费送你头伙伴的 哩哩哩